前不久收到一位女性读者留言 她说和她在一起以后 我全心全意爱着她 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她的身上 可为什么她对我越来越冷淡了呢 我说你为她做的事情 是不是比她为你做的事情多得多 她说是呀 我为她做了很多事情 而且一般都是我来主动 我只要一闲下来 就会来到她的身边和她黏在一起 有些事情做多了并不一定是好事 并不一定能让她感动 她习惯你为她做些事情 她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同样有些话说多了也不一定是好事 你少说一些她很愿意听 一旦你说多了 她就会产生厌倦感 男人喜欢新鲜感 喜欢神秘感 想让男人一直深爱 想让男人把你捧在手心里 就不要过于主动过来告诉人 少说这四句话 男人会对你日夜想念 一 我很想你 快来找我吧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喜欢和她黏在一起 你喜欢依靠在她的肩膀上 和她不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些不习惯 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她很想念你 你会一直联系她 一直对她说 我很想你 快来找我吧 一开始的时候 她听到这句话很心动 她会放下手里的事情 来到你的身旁 时间一藏 这句话听多了 她就没反应了 她就不会来到你的身旁了 女人想让男人想念你 就要少说这句话 不要让她知道你心里的想法 二 你是唯一 我离不开你 对于你来说 她是最重要的 她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 你想让她知道你的心里想法 你整天对她说 你是唯一 我离不开你 刚和你谈恋爱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 她很感动 她会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会一直爱着你 我一定会娶你回家的 你一直说这句话 她每天都在听这句话 她变得麻木 变得不喜欢听了 她不把你当回事 不会把你放在心上 最重要的位置 女人 当男人不在你身旁的时候 你要少说这句话 只要她才会惦记你 才会对你朝思暮想 才会主动找你聊天 问一问你的情况 三 我告诉你我一天做的事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每一天都会经历很多事情 如果说你不主动告诉她这些事情 那么她会对你产生好奇 在她不忙的时候 她会和你联系 她会问你今天都干嘛了 她想知道你的事情 她想知道你的行踪 她想和你一起经历同一件事 你不在她身旁的日子 她真的很想很想你 她真的很想一直看见你 她的心里眼里装满了你 她会日夜想念你 四 和你在一起太开心了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幸福的 是开心的 很想一直在一起 很想一直陪在对方身旁 看不见的时候 整个人都会变得很不好 心里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 当她主动找你聊天的时候 你很开心 你觉得她想念着你 这个时候你对她说了句 和你在一起太开心了 她很喜欢这句话 但是你不能总说这句话 你少说一些 她会对你遭失目想 她会把时间和精力 都发在你身上 女人 在与男人相处的时候 你要知道男人喜欢哪句话 你要知道哪句话应该少说 你足够的了解男人 男人就会一直属于你 看不见你的时候 就会对你遭失目想